一群人靜坐在意大利罗马繁忙的高速公路上 不顾危险挡住去路 就是要呼吁各界重视气候变迁问题 联合国第27届气候峰会埃及召开之际 抗议活动在全球各地上演 诉求减叹承诺 和对穷国气候灾害补偿等议题 只不过全球前两大碳排放国 中国和美国关系深变 恐怕影响全球减叹脚步 美国气候特使凯瑞坦言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 中美关系急速恶化 中国停止了和美方所有气候相关的对话 美国的众议长 他侵犯了中国的主权 伤害了中国人们的感情 到台湾去访问 责任不在中国 是在美国 中方却甩锅美国 才是导致气候合作卡关的罪魁祸首 不过中国气候特使 谢正华透露自己先破冰 多次私下联系凯瑞 进行非官方会谈 现在是大门是被他们关上了 是我们大门一直在敞开 虽然依旧口水战不停 但也暗示中美关系 有望回暖 重回合作谈判桌 一同对抗气候变迁 近新闻最后报道